今天的梅花的导演 还有梅花的几位演员 都在台下 现在我们就请他们 一起上来 跟我们合唱这首梅花 现在让我们欢迎他们 有张爱佳 甜妞 胡云梦 还有一位 我们梅花的 最忠实的观众 胡锦小姐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可以吗 梅花梅花满天下 越冷它越开花 梅花间人向着我们 梅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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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 梅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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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 胡依孟小姐 她们要在这里联合为您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曲名叫做《中华儿女心相连》 我们一掌声来欢迎 拍摄 《中华儿女心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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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日心相连 《中华儿女心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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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儿女心相相连》 《中华儿女心相相连》 《中华儿女心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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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表现得不错 田妞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我们四个团员也得了最受欢迎奖 同时值得一提的就是巴拿马的政治一个独裁的领袖 叫做Turihos 他是巴拿马强人 他平常不接见外国的团体 很少很少 那么特别接见我们影展代表团 还跟我们私下谈了45分钟 这样的 这点很值得一谈 这么说起来 好像是做了一次很成功的国民外交了 据巴拿马大使说 我们这八天的活动胜过他那里三年的外交 那我看下次应该派你去当外交官了 不是我 我们的团体 这样子 刚才我已经提过了 说二位就是这样的大合唱 我觉得不太好 是不是有单独的表演啊 你唱个歌好不好 我听说你歌唱得很好 你不要不讲话 唱个很好 我要准备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再不准见 这些观众都走掉了 对不对 小柯会讲笑话 你讲个笑话吧 我讲笑话 我没有讲笑话之前 我自己笑死了 不 就我晓得你会讲笑话 我想你简短的讲个笑话 给我们听好了 要不然两位就不能下台 再不然你唱歌 我今天感冒 我昨天还发烧的 听你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 你讲笑话好了 好吧 请各位观众要捧场笑一下 不然我自己笑了 有位父亲带着一个小孩子 从台北到南部 中间这个小孩子 吵了一套 左吵右吵 这个父亲讲 你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就我编一个魔术给他看 拿一个皮包 编到这个车的窗外面 拿到窗外 窗外 车的窗外里面 然后再编回来 你看再编回来 这个小孩子就不哭了 过了一阵子 这个父亲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 这个小孩子一看父亲睡着 他还想编一下 就把这个皮箱 公文包就丢到外面去了 他告诉父亲说 父亲 我这个皮包帮你 丢到外面去了 你再把他编回来吧 父亲张爱因看 不得了了 还要被 被人都辞职了 你认为好笑吗 捧场的 就稍微笑笑吧 捧场的笑笑 我都讲得很好 主题很正确 就是劝这个大人 最好不要骗小孩 是不是这个意思 非常谢谢二位 到节目里面来 希望下次 再来的时候 要唱歌了 好 谢谢你 这次不会再骗你 好 谢谢 欢迎 胡音梦 看流水悠悠 看了大江东去 不回头 有时浪堂堂 他有时急悄悄 爱情像流水 像那大江东去 不回头 永远像中流 流到沙海不停留 都红队 爱情像流 Madrid 对婦 我为大江在乎步 宿 Shanghai 看他很空气 他好 吉他坚 看他烟瘦滩悄 若现死摆 特地 不回头 现在 看流水悠悠,看那大家都去不回頭 為了你,為了你,那大家都去不回頭 為了你,我為大家在呼喉,看他掀起浪淘淘 為了你,我為愛情在呼喉,在呼喉 走遍那海角和天涯,一種人啊,何處尋找 看流水悠悠,看那大家都去不回頭 為了你,為了你,那大家都去不回頭 呼應夢啊,呼應夢,一顆閃閃發亮的巨星,呼應夢 非常高興看到你 我是你忠實的影迷,也是你忠實的讀者 那我要悄悄地告訴你,我是你忠實的歌迷 那麼別忘了送我一張照片 你最近在忙些什麼呢? 我最近,除了一些座談會,還有一些朋友的聚會之外 我在忙寫,寫一點小文章 像《公殺時報》每個禮拜天都有我的專欄 那麼另外在別的地方也有寫一些雜感之類的 我還聽說你最近要做一個節目是吧 是的,我跟台視簽了一個十三集的一個節目的約 那麼這個節目現在,名稱已經佔定了 大概是昨日,今日,明日 那內容呢,可能類似一些現在很流行的talk show 就是談話的一些節目 可是比talk show要輕鬆一些在形式上面 可是內容上面也有它嚴肅的一面這樣 這樣啊,好險 還好這個節目跟我們的性質不同 要不然我們的觀眾都要被你帶走了 可能你太高估我了 那麼胡一夢呢,她不只是這麼漂亮的一個女孩子 那麼,而且呢,她有非常,自己有非常內涵 非常好的內涵 那麼,我還要向您學習學習 還有,最近你在新聞上非常轟動 怎麼樣,戀愛談得如何 我想,本來感情的事情應該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啊 只可惜,人怕豬民,豬怕肥 那麼我想,像我們這類的人 我們的私生活等於 等於是跟所有的大眾共享的 所以,我也對這方面有一些感慨了 但是現在我的階段就是說 每一個步入結婚之徒的女孩子,男孩子 可能都要有一段試驗的 就是彼此適應的一段期間 現在我可以算是正在這種情形之下 對呀,當然要步入結婚的時候要考驗一段時間 對,我當時我也是考驗了很久 可是考驗了都沒有消息了 那麼,今天您來了 現在,我不讓你唱一首歌就走 我要讓你多唱幾首歌 我自己再唱的話 可能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我們兩個合唱一首好不好 我們兩個合唱啊 我們來唱一首還是老歌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 南峰 南峰問戀親戚 心一心願瞑瞑瞑瞑瞑瞑 我倆敲謹 訴不完情一夢 我倆敲謂親戚 你幾句話都有衝衝 不管明天 到明天要相逢 念著今宵 把今宵多珍重 我倆敲謹 我倆敲謹 願太陽還滲透 我倆敲謹 要再見在夢中 非常感謝五音夢 您在百忙之中抽出空 來上我們明星名曲的節目 感謝您 那麼我們更感謝 謝團長所指揮的 台詞大樂團來為我們伴奏 各位朋友 在明星名曲的節目 陸續的將為您介紹 我們台詞一流的影歌星 為您表演 不管明天 到明天要相逢 我倆敲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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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的計劃是這樣子的 所以過了年之後 新年之後呢 呼音夢將是國際性的女明星了 我非常怕這個名字 因為通常它意味著 只有一部戲 不會我相信會有很多很多部的 希望如此 不要演得太老了 到結婚的時候還是趕快結婚 跟我們張璐儀 這可能要很老了 追求美是人類的理想 如果您是愛美的話 請你不必轉台 因為美的化身即將來臨 我們歡迎 夢一般的女人 呼音夢小姐 愛美的巡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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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形容詞實在是太美了 妳的形容詞實在是太美了 如果可能的話 如果可能的話 我願意聽上一天 我們兩個人有共同的嗜好 我們兩個人有共同的嗜好 如果你願意聽的話 我願意為妳講一天 不過我希望是妳我單獨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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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妳在美國 所表現的 令我们国内的观众 以及国外的朋友都非常的赞赏 谢谢你 对于爱情 我们都知道 你有独特的看法 曾经在不同的敬伟度 历练过不同的爱情 这个是样子太可怕 好像是什么恋爱权威的样子 对于西方的男人和中国的男人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分析 你的感觉他们有什么不同 西方男人是这样子 他们在表面上温柔多理 但实际上画起钱来很小气 非常的小气 中国男人 中国男人也许表面上 没有那么的温柔多理 但花钱比较大方 对于男人的标准 在你心目中的理想 你可不可以向我们观众报告一下 其实我的理想蛮简单的 不需要太漂亮 但至少要有几根头发 不需要太富有 可是花钱不能够小气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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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太聪明 但是要有智慧 这种条件的男人 人间少有 不过我可以替你介绍一位 在哪 上帝 青春 抚昧的女人 是男人心目中快乐的永恒 我们欢迎 胡云梦乔尼 我发现你们这个节目的特色 好像是乐队特别的活泼 美女特别多 你知道由于她们的活泼 以及美女特别多 都给我们节目 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困扰 怎么说呢 因为请来了美女 她们不正常 如果不请美女 我失常 各位亲爱的观众 今天在我们玫瑰夜晚 第一位特别的美女 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 大家公认的美女 我们欢迎胡云梦乔尼 我们欢迎胡云梦乔尼 送一朵玫瑰给你 一朵快谢的玫瑰 对不起 我不是无业的 我是直觉的 不是 我是错觉的 应该送一朵 好了好了 我心领了 不 含苞的 好 假装是含苞带放好了 象征着你十年前 不是 十年后 好过分 我们非常欢迎你 光临我们玫瑰 第一个夜晚 我也很高兴 能够参加你们 这个第一个夜晚 对不起 第一个玫瑰的夜晚 所以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个 把这个晚上 前面一定要修饰一下 好 因为夜晚是一个 非常敏感的话题 尤其是在我们两人 谈这个话题 没有啊 其实夜晚也没有什么敏感的 因为我所有的活动 都是在晚上十二点 以后才开始 譬如说像写东西啦 做瑜伽树啊 吃宵夜啦 这个都是很健康的活动嘛 是 对于夜晚的运用 我们两人在这个观念上 有很大的差距 怎么不同 通常 我把夜晚的运用的方式 比较和你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就是 你是读书啦 做瑜伽树啦 翻译小说啦 对 所以静态的 我的夜晚通常都是动态的 真的啊 又感性又动态 蛮吓人的 不是 我的 我玫瑰的夜晚 我的夜晚都是 通常都是练跑步啦 做舞蹈啦 都是比较动态的 这样子啊 那比较不用大脑的 这个你满意吗 满意的满意的 你对我还有什么意外没有 我有点奇怪 为什么你要把你们这个 第一个夜晚取作玫瑰的名字 花有那么多种 为什么不用别的花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玫瑰它是花的代表 花是美的象征 可以这么说吗 而且这个美女呢 又是花的化身 可是我觉得 这不是真正的理由 你听我说下去 我们整个的这个 玫瑰的夜晚 它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美女如园 所以我们取名叫做 玫瑰的夜晚 就像一个大花谱一样 那你就是园丁啦 对 我是林峰种花 观众 林峰 林峰种得出漂亮的花吗 我栽给别人看嘛 我种花 这个林峰种花 观众赏花 制作人采花 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 这是一个知性时间 因为我将要介绍 胡音梦 胡音梦在我们影坛里面 一向是多才多艺 众所皆知 她不但细言得好 会写文章 而且外语能力又很强 对于关心她的朋友 都很想知道 她近一年都在做些什么 收获是什么 让我们来访问胡音梦 佳芬你好 就会请你谈谈就是说 你今年最大的收获 还是说 你几乎消失在荧幕上 近一年的时间 你都在做些什么 从今年的三月开始 我有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姻缘 有一朋友的一个带领 我就进入了佛法 因为在我过去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很 属于一个很迷信的人 很宿命的 我从占心术 从这个算命 中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以后又慢慢从术中间 我进入了超心理学 那么在今年三月 我开始进入佛法里面 以后我就发现 我要找到的人生 我想寻找的人生答案 都在这里面找到了 同时我就发现 进入佛法以后 是可以超越先天的一些 命运的一种束缚 因为每一个命运 都有一个蓝图 但是这个蓝图 经由修持中间 是可以超越五行的控制的 那这个感觉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 看人生的时候 大部分是看外在的现象 看外在的一切事件 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人际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可是没有人 会从自己内在的宇宙 去找寻他的这个理由 但实际上 从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每一个人 他的实相 他的人生的形成 他的现象的造成 都是因为 内在的心境的一个投射 你内在宇宙是什么 你外在的环境 你所发生的事件 就是什么 完全成正比的 那从这样一个角度 去观察人生的时候 我就养成一个习惯 是我以前所没有的 就是开始要检查自己的动机 看看自己的心念是否正确 从这样一个习惯中间 我就发现 我的生活慢慢趋于一种 很平静的状态 是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很多这个情感上的波折 或者是在事业上的一些 一些情绪上的波折 说不能带给我的 一种宁静的感觉 除此之外呢 从打坐中间 又得到了很多 很奇妙的一些感受 我相信在台湾 有很多的朋友们 都在学打坐 那打坐并不像 各位所想象的那么可怕 可能就是什么 磨 这个会有磨镜出现啊 什么 其实一切都在你的心 只要你的心念是正确 打坐就不会出差错 而打坐的好处是 你的生机会开始慢慢 恢复到比较年轻的状态 身体会比以前好 像我过去时常感冒 只要旁边有一个人打喷嚏 我马上就被传染 现在我发现 周围大部分人都生病了 我好像状态还蛮不错的 我先不要讲大话 先诏证一下 所以这个静坐的好处呢 我也很希望 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 那在这个新的一年 是兔年 兔子是很可爱的一个动物 不过我本人是属蛇的 对兔子好像不是很有利 但是我曾经听过 一个大师讲过 他说蛇缠兔越缠越负 有这样的一个民俗的说法 那也许今年属蛇的人会觉得 在财运上面比较有收获 或者说属蛇的人 跟属兔的人合作 也许蛮不错的 这个是提供给各位 消遣一下 希望这个新的一年 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雷佳芬 都能够在 不但是在物质生活上面 能够有一个富足的一年 同时在精神上面 也有更多的斩获 我们非常谢谢 胡云茂给我们的祝福 但是你好像忘了告诉我们 你最大的一个成就 你要不要提醒你一下 这不能算成就 就是说我在今年一年 完成了一本书的翻译工作 这本书我翻译它的动机呢 就是觉得好像国内的演艺朋友们 我的演艺伙伴们 是我真的从内心里头很深深地了解 而且也很同情他们的一些处境 因为这个环境可以说 是不利于演员们的 因为我们没有理论的基础 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学校 或者这个环境去培育表演的人才 但现在有很多公里的学校 已经开始有戏剧系 但是一般的演员们 都是从一种长期的摸手状态中间 找到一条路 可能已经 但他找到这条路的时候 已经青春不在了 而我们这个环境 又是那么注重演员的外表的 所以这样一本书 也许可以帮助这个 刚刚进入影坛的人 甚至是 套路影坛很久的朋友 或者是对于戏剧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从这本书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 比较正确的 对于戏剧的一个理论 还有就是说 这本书的好处是 它有很多从心理分析 左眼的地方 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 因为每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在人生的舞台中间 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 不是演员们的读者 也可以从这个书里 可能可以获得某一些东西 我不是在这里推销书 我只是觉得它很好 希望跟各位朋友分享 我们非常谢谢胡云梦 接受我们的访问 而且我也非常 代替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你给我们新年的 一个献礼 就是你出版 将要出版的一本书 谢谢胡云梦 这本书的名字叫 尊重表演艺术 谢谢大家 又到了我们感性 启示录的时间了 配合着李宗盛 所弹奏出来 如鲜乐一般的音符 轻松愉快的感觉 我想呢 今天我们的生活启示录 要为您谈的这种 感性的内容 应该是属于比较 层次广阔一点的感情 谁能够谈这样的感情呢 当然跟今天这个日子 也有点关系 今天是1990年的 世界地球日 一个属于全人类 全宇宙 一个星际之间的感情 这样一个大层面 大范围的感情 我想要由我们今天 这位特别来宾 她刚好就是 世界地球日的 在此地里运动的发言人 我们邀请到 胡云梦小姐 欢迎欢迎 非常高兴 参加你们节目 你好 我想刚刚这个介绍 应该还算贴切 没有错 就是发言人 没有错 那我想是不是呢 也就 首先我们就先谈谈 这个层面比较大的感情 就谈谈这个星际 宇宙 全人类的感情 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运动 好 这个运动的兴起 是在1970年代 在美国 那个时候 有一个大学生 名字叫做Dennis Hayes 那么因为这个 对于整个 大环境的关怀 在差不多60年代 就已经在西方世界 开始觉醒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 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 我们到今天20世纪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一个 非常典型的 为了生产而生产 为了消费而消费的 这样子一种 物化的文明里面 我们毫无选择的 就在这个 整个的圈圈里面 我们在过日子 那么这个 习惯一养成以后 人事实上 在习惯之中 逐渐就越来越机械化 我们整个 进入了这个状态以后 我们就很难跳出来 真正从更长远 或更广大的角度 看整体人类的 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觉醒 这种跳出来的态度 是从60年代开始 在西方形成的 那么它跟很多的 关于原住民的保护 生态的观念 灵性上面的一个反省 女权的一个 阴阳之间的平衡 这个女权的思想 整个都是在60年代 开始发展的 那么在1970年的时候 就已经酝酿成熟了 所以就有一个大学生 登高一呼 全美国当时有2000万的人 在4月22号这一天 停课 停止上班 所有的人都开始参与 当地的各种的 这个环境的运动 然后大家来祝福 来庆祝这一天 事实上应该每一天 都是世界地球人 但是总要有一个 有一个明目嘛 藉由这一天的一个活动 我们来感念这一个地球 所提供给我们 这么美好的环境 无限的资源 但是在这个反省之中 我们要了解 事实上地球 它的资源不是无限的 它绝对是用得完的 所以才会有 当时的这个能源危机 然后人发现 这一个大家在拼命赚钱 为了要生活 事实上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生活能够过得更好 生活的数据能够提高 能够更精致化 但是事实上 在这个物化的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 不但没有真正的精致化 反而变成一个 重量而不正值的时代 都是大量生产 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品 我们跟这个20年代 30年代的衣服比比看 那个时候衣服比 现在精致太多了 今天全部都是粗造化 在粗造化的过程 而且不但粗造 而且跟自然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我们活在这个 乌烟瘴气的都市里面 事实上每个人内心里头 都渴望能够接触 更美好的一个环境 但是就是由于生产消费 是一个盲目的举动 所以就造成了资源的消耗 然后空气的污染 水源的污染 然后海洋生命 由于整个上流水源的污染 逐渐在 在频离灭种的状态 还有更多 因为人类现在五十亿的人口 到二十一世纪 会有一百亿的人口 这么多的人 一直不停地在 占据更多的空间 在消灭 地球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在消灭各种的物种 据统计这个物种的 消灭的速度实在是 史无前例的 那么几百种的生命 在每一天每一个月 这个不停地在消失之中 减少之中 那事实上这个生命 它有一个生物链 就是你破坏中间的一环 它事实上是波及到 到我们人 所以整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由于这样子一个觉醒 那么在这个1970年代 这个世界地球鱼的活动 就发起了 那么希望透过这一天 来唤醒 在盲目寻求感官 刺激也好 或者是金钱累积也好的人 当然这个经济活动 是不能停止的 并不是要回到风车时代 但是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有限度的享受 否则的话 下一代 根本没有存活的空间了 我想是不是也同时 等于就是利用这一个日子 希望集合所有的人 他们觉醒的力量 让大家有一个标的来 能够朝向这个标的去努力 大家一起来拯救自己的地球 因为只有一个 毕竟是物质 经过这个 胡适合也这样说明 我终于了解了 因为我 基本上我对这一类 所谓什么样的活动 人家鼓吹什么样的观念 其实我本能上 我都有一种 人家要我去放弃 我的生活的 物质文明的享受 我会有点舍不得 你现在不要开车 或是要减少这个生活 好像要回到回归自然的感觉 好像要我这个 风车时代 以后开始用敲几乐器 用敲石块 打主板这些 其实我觉得现在人 其实他们都老实讲 平行论都蛮习惯于 现实物质的文明 然后他们其实人类 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东西 其实对人类蛮重要的 没有错 譬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 到大陆去旅游 第一个不习惯的就是 他们的厕所 对对对 各方面吃住 各方面吃住 所有都感觉到不习惯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现在的生活 对 但是这个运动 并不是要我们说 放弃现有的这个享受 不是 对 譬如说 绝对不顺 你放心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 还好 还好 事实上就是说 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 稍微更深切地思考一下 譬如说我们今天出去买东西 在买一样东西 你买两根吸管 他要给你用个塑造袋 是不是 我们买任何东西 它的包装都很多 有很多的包装 都是不必要的浪费 而且它永远不会消失的 对 这个塑造袋是没有办法消失的 它就变成我们越来越累积 越来越多的这种障碍物 等于是障碍物 你流到河川 就堵住了下水道 然后造成了很多海洋鱼类 吃进这个塑造袋以后 它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 不会不需要多要 不要求你放弃你的汽车 什么这些都不重要 就是说你生活之中 你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浪费 譬如说你省一点电 省一点水 你少用塑胶带 或者说保力龙的餐盒 里面有这个 Free-on这个化学成分 它一到大气层 就变成造成臭氧层的破洞 臭氧层一有破洞以后 太阳直射地球 它的那个辐射 辐射线的那个杀伤力 是非常严重的 会造成皮肤癌 造成呼吸系统的问题 遗传基因的问题 造成塑胶的逐渐老化 造成海平面生物的 这个逐渐的灭种 所以这么严重的问题 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空间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开始 从日常生活里头 开始逐步地一点一点做起 这个世界就已经有救了 所以说如果能够 就是从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听到胡亦梦 发言人 为我们说了很多事情 像这些问题 很可能有很多人 其实不真的察觉到 它已经存在 他也觉得这无所谓 他不在乎 有一天可能会游在一个 充满塑胶带的大海当中 或者碰到一条鱼 它是塑胶做成的 诸如此类 然后我想最重要的一点 是这种延续子孙的观念 刚刚胡小姐特别有提到 就是因为只有一个环境 怎么样让我们的后代 子子孙孙能够 尽量用得比较久 让他们有一个足够的时间 去寻求解决的方法 刚才我们谈这个 是对于大环境 大环境 当然胡小姐 是个个人的 我想观众朋友 也会希望了解一下 这个与关于个人部分 对啊 李宗盛每次歌词 就非常善于描写 这个男女之间的 纠缠不清的很多 个人的体验也要深刻 不过我想除了个人体验以外 当然因为毕竟您 是一个大家所非常关心的人物 那么我想很多的朋友 也都知道 您曾经在感情的历练上 有过很多的波折 跟很多的这个 体验 我想也有很多体验 对对对 是不是也谈一谈 尤其到了现在 就你在感情上 究竟给自己下一个 什么样的注脚 什么样的人生观 对 那因为大家现在在报道上 都给我挂了一个 称号是居士 或者是修行人 这个夸号一挂上去就很可怕 看起来好像就是倒孤了 或者是尼姑的这个形象就出来了 事实上真正在智慧的领域里面 我们不要讲什么宗教 修行这件事情就是要你增长更多的智慧 看清楚更多的问题 然后能够把人生的问题解决 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均衡圆满平衡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 我从那么复杂的一个 过去的演艺生涯 这个两性关系 然后到今天走了这条路以后 我并没有否定情感这件事情 因为情感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 如果没有爱 我们就不必活了 对 而男女之间的情感 是最容易引发我们内在 那个深切的 凌肉合一的爱意的 所以绝对不能否定 否定他这个人就枯竭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说 我们很爱 但是事实上真的懂得 爱的人有几个 因为所有的两性关系 我们放眼望去 全都是在挣扎矛盾 互相伤害的这种的 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互相关制等等 过了一辈子 那么你说这里面有爱吗 事实上我想恨的程度 比爱还多 因为如果真的有爱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了 这人间男女的问题 离婚率那么高 彼此间情杀的 这些案件有多少 所以事实上就是 透过智慧我们要了解 我们从内在的这个心理 分析的这个 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了解到 人性 人格中 因暗面 包括占有嫉妒 怀疑 仇恨 愤怒 这些东西 我们能够透视它之后 然后把这个 转化成为一个 更正面的相处方式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不起 这个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 他们会这样子 他们有仇恨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因为他们 陷在这样的情绪里面 对 没有办法 逃脱 那你是不是可以 可以给所有 现在这些情绪 包括可能是 我是其中之一 其他也许曾经是其中之一 也许你自己 OK 你现在已经 过了那个阶段了 OK 你可以 我们想给所有的 这些朋友 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结论 对 结论就是说 事实上我感觉到 因为爱不是一个 被动的 坠入情网的状态 爱是一个 主动给予的能量 这一个 这一句话一开始 有了深切了解以后 两性关系就会转变 因为我们今天 大部分人都是由于 chemistry发生了 这个化学反应发生了 就砰 栽进了一个关系里面 然后事实上 那个关系只是开始 那后续的相处才是重点 才是重点 对 所以如何让自己 从一个被动的状态 转成一个主动的giver 给予对方关怀 给予对方 不要从对方身上 老是求别人来给你什么 给你钱 给你金钱保障 给你长期饭票 给你这个爱情的一个 一个支票 如果我们能够 永远是处在 主动给予别人更多的关怀滋润 或者是保障的状态 那么任何关系都会因此而改善 我想在今天的感性起书的 这个单元当中 听到胡亦梦谈 他对人类宇宙地球的大感情 也同样地听到 他对所有青年男女朋友 的自己个人的小感情 都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同时也是一条 非常好可以去做的路 我想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体验 正如同胡亦梦小姐 有如此的体验 感性起初 也就希望能够带给你 这样的生活体验 谢谢您今天欣赏 感性起初 更谢谢胡亦梦来到先生 谢谢 谢谢你 谢谢